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砍大三 现在啊,流传这么一句话,就说什么呢? 儿女太有出息啊,不一定是好事儿 听说过这句话吗?还有都说什么? 学习不好的孩子才是来报恩的 都听说过吧?所以我就不太专程了 当然,有些朋友还举些例子 比如说讲过一个故事,就说什么呢? 说有一个人啊,老太太含习如虎,把儿子抚养长大 儿子很优秀啊,各种名牌大学 高考第一啊,然后出国留学 哎呀,风声追起,外来很好 可惜呢,因为出国了嘛 那个,还在学习啊,还在努力啊 很久回来不了一趟,结果这个母亲呢 最后死在家中的时候 都没有人知道,隔了好几天 才知道,她母亲死在家中了 没有人照料,没有人怎么样 哎呀,反正死了也没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而且这辈子过得就挺不好 大家都说,看!儿子他要出去做啥用? 如果他不这么有出去,他跟家陪伴老母亲 是不是老母亲挺好啊? 所以说呀,儿女太要出去了 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学习不好,那也行,是为了报恩的 再听这个话呀,好像有点道理啊 一听那故事,一听那个道理 有点道理,好像这么个事儿 我一开始,刚听说我自己在习 哎呀,这怎么和我以前认知的不一样呢 我以前认知的 不对啊,这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但是,仔细于思考 这句话完全没有道理,真的 包括那个什么儿学不好 就是孩子学不好出来报恩的 真的完全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只是什么呢 孩子学不好奉为自己的一个开脱罢了 你总不能说我孩子没有不好玩了 他这辈子,就说哎呀,他来报恩的,怎么都行啊 周开自己还好 只不是就有这种想法 没好的愿望罢了,就是这样的 说不好听的,吃不了葡萄 说葡萄是酸的,罢了 我认为,儿女还是要出去 出人头地 这是每一个父母一生的心愿 他怎么不是好事儿呢 你的孩子成为了一个有出意的人 成为了国家的动量 他的个人愿望得到实现 才华得到了施然 他一辈子幸福平安 快乐 难道不是你父母最大的愿望吗 你不觉得为他骄傲吗 你不自豪吗 你怎么能说这不是好事儿呢 这我不相信啊 你告诉我 哪一个家长他孩子有出意的告诉我 别,别他有出息了啊 他说不行,不是好事儿 有吗 只要孩子能有出息,哪个家长不是 好,去 能够有出息,够有出息 因为这是每一个父母一生最大的愿望 他可以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孩子一定要出息 是不是 第二点 就说什么呢 就是证明这点都是什么 就说有出意的孩子一般都在外面漂泊 因为他需要干很多事情 他可能说不好听 他就不是你一个儿 他是很多 他办很多大事 他说很多人的儿子一样 是不是啊 他为了很多人的幸福去奋斗 是这样的 那他就不能时常来陪在你身边 所以 这不一定是好事儿 你看他没出息 他就能老陪在你身边 但是咱说 老陪在你身边就一定是好事儿吗 首先 有出意的孩子 他虽然不能老陪在你身边 但是他能保障你很好的物质生活 这是应该能的 对吧 让我知道什么有出息了 然后 他肯定会时常挂念你 因为他 人心在外 他的心一定老挂念你 尤其现在 交通啊 信息又很发达 怎么 什么呀 不很正常吗 想视频就视频 想怎样就怎么样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说那些没出息的孩子 他能天天在我身边 天天在你身边就是好吗 我不觉得 你认为就是好吗 现在的生活压力 如果一个孩子没出息 就他天天在你身边 那个情况 媳妇天天吵架 两口天天吵架 孩子学业管 被压得透不来气 工作也不顺心 挣钱也挣不着 一天自己养的都不好 你告诉他 在你身边有什么用处 在碰到那儿 在啃点儿老 给点钱 帮我这个 帮我那个 给我带孩子 给我这个 帮我那个 很多吧 现在 啃老的 让你给买房 你一天 你一试 他是天天能看到他 完事 你一年的 就是攒这么多年 集续全给他了 买房 到我孩子 搭他家用 是不是 然后你看着他 父亲还生活还不幸福 也要天天被压的 那个样子的 因为生活太难了 太艰难了 你想 他连自己的家庭都整不好 他连自己都养不好 就算跟你在一起 又能如何 还又能给你拿出多少笑心来 拿出多少情形来 笑出你 让你过得幸福晚年呢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当他没有出息了 只会 伸手向你药 甚至让你过得都更痛苦 对不对 而且你还不得不管 现在很多老人面对那种很老族 自己本来会生活的很幸福的 就因为孩子女没出息 然后没办法 呀没办法呀 这不是咱家孩子吗 有什么办法呀 然后 不停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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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给自己打了一无所有 就这样 还负债累累 是不是 这就叫好事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他哪有那么多精力 还照顾父母呢 想一想吧 是不是 好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父母啊 需要儿女常回家看看 如果我老了就那样 但是不代表 一定要生活在一起 你们说对吧 就算父母和儿女再好 如果天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也会有各种各样 各式各样的问题 对吧 生活习惯不同嘛 孩子有孩子的想法 有孩子的天地 有孩子的作息习惯 我们老人 有我们老人的想法 有我们的作息习惯 对吧 他们不会认同我们的 我们也看不惯他们 你说你看不惯 你说得多也不合适 你说你一天看着忍着不说 那心里不舒服 他和你也是一样啊 他觉得你看爸那么这样 他还不好意思说你 不说心里 关键问题 如果只是你儿子 或者和你女儿 还好说 关键还有一个呢 儿媳或者女婿呢 你这种情况 是不是 所以大家本身就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对吧 所以说 我认为 需要 是你常回家看看 所以不一定非得陪在你身边 你想象现在的交通这么发 就算远一点 他能远多少 你说出国上美国了 那这是有可能 好 但是我们也 视频嘛 可以能看到吗 其实什么呢 父母的爱 大家都知道 是最无私的 父母知道什么 有的时候只要知道 子女好 子女过得好 子女幸福 子女的事业好 家庭好 过得很快乐 父母就开心了 就肯开心了 至于其他的都不重要 拿我这边 吃的差点 孤独一点 一直想 多孤独 真好孩子 但是一心 哎呀孩子在这边 说真好 可开心了 我宁可这样 哪个父母你说不愿 不是这样 对吧 都觉得 只要你过得好 我们无所谓 这就是父母 父母的爱 是唯一一个 没有任何自私之利 没有任何想法的爱 但是啊 我先强调一下 极特殊情况也有 有些人 以前我讲的一个父母 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 那父母怎么怎么样 那是有 有正常的情况 大多数的父母 都是这样 很无私的爱 对吧 那这种时候 他只要感觉 孩子做得好 就行了 哪个父母 不是心甘情愿的 这样 哪个父母 愿意拖孩子后腿 说的 哎呀 没了我 你可变优秀 你可别去干那个私益 人家看着我 我能看到你 我拖着你后腿 有几个父母 愿意这样 每个父母 都不愿意拖孩子后腿 都是说 你放心的去吧 我能照顾自己 只要你有出息就行 是不是这样 所以怎么说有出息 不一定是好事呢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所以我认为 孩子有出息 绝对是好事 无论怎么样 哪怕真的是 我看不到他 一年两年都见不着人家 我也愿意他有出息 我宁愿 看着他在电视里 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也不愿意看到他 在我身边 成天陆入无为 嗨声叹气的样子 对吧 是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 有出息之后 然后还能陪在我身边 对吧 每个人都愿意 但是 如果让我选择 他是陪在我身边 孩子出去就 出去干个大事 那我 我宁可你去做 出去做一些大事 就这样 我 我不愿意 真的不愿意 看着 陆入无为 啥处有没有 就给我身边 嗨声叹气 你们愿意吗 所以我觉得 这句话是扯淡 我认为这句话 就是什么呢 一些 觉得自己孩子 确实不行了 然后给自己 一个心理安慰 这可以 因为自己 谁孩子觉得好 就再不行 也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也愿意 说我自己还好 对不对 那这种时候 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但是 每个人心里也知道 我不相信 哪个家人 孩子你可别有出息啊 你可就是 别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觉得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 听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 关注老宋 拜拜